去哪儿了 来这儿找找 好 找什么呢 世子 你怎么会在宫里啊 怎么在宫里也能见到你 不是 你这身装扮 倒也不像是宫女啊 挺有眼力佳儿啊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是迦南郡主 我之前也是因为偷偷溜出宫 去参加那个激功巧匠大赛 刻意隐瞒了身份 我就说你的行为易于常人 但没想到 这是迦南郡主 别别别 请免礼请免礼 所以 你们在找什么东西啊 我这玉佩上的欧波珠子丢了 虽说不是很名贵 但却是我家母的遗物 那你的珠子是有什么特点啊 流光易彩 甚是闪耀 闪闪发光 我 大概知道在哪儿了 走 走 狮子 给我搭个人梯 这么高 会不会出事啊 快点 快 不过我的东西 怎么会在这乌鸦窝里啊 沉沉点 郡主 小心啊 来 是吧 小心点 真的在上面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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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世子 郡主没事吧 没事 青海侯世子 李谦 今日多亏你 只是救下了郡主 只是没想到 之前你我三人 还在宫外参加激攻巧匠比赛 现在却在宫里遇见 真是奇遇 是这个吧 竟然真的在这儿 这个乌鸦 就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 之前速度那眼坠掉了 就是被他叼走的 想变着珠子也是一样 被乌鸦给叼走了 今日多谢郡主 不客气 反正你在宫外 也帮了我不少 郡主 郡主 原来您在这儿啊 陛下来了寿康宫 太后太后请您过去呢 好 我先走了 郡主 不知今后 还能不能再见到你 你要是以后再来宫里的话 就去寿康宫的东三所长我吧 好 放过去 是 郡主 我 真是不可思议啊 没想到这江姑娘 竟然是郡主啊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但是江南郡主 倒是挺有意思的 白祖母 您放心 宝宁妹妹 坐 累死我了 万祖母宫里天心人了 哪里 这是太后给皇帝宫里天的心人 宋贤仪 你先出去候着 不想让你在这里挨眼 是 陛下 太后怎么突然插手扶宁殿的事了 这个宋贤仪啊 是母后应塞给朕的世情宫女 可是朕心里面只有宝宁一个人 母后派来的人呢 就让她留在宫中 做个洒草宫女吧 到底是义儿 对宝宁情真义切 不过这个宫女 也是太后精挑细选来的 你要过去献恩才是 此前她宫中遇刺 你可过去请安了 儿臣却请过安了 不过这刺客当场毕命 母后并无大碍 宝宁啊 这朕的宫中来了一批鲁班锁 你要不过去瞧瞧 没兴趣 你不是对这个最感兴趣的吗 熊石堡布置的科业太多了 没时间 还是个孩子 江南郡主 我想请你出面 帮我个忙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前几日别人借了我一件孔雀之间的斗篷 不小心被我弄坏了 不知郡主是否知道 这都城当中哪家刺绣坊 能够帮忙缝补呢 这宫外的刺绣坊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 平日宫中的衣服都是送到真宫局去缝补的 这个忙恐怕 我知道有一家 斗篷带了吗 因为今日当值 并未待在身上 行吧 那就 明日的卫时 我让我身边的姑姑去你府上娶一趟 多谢郡主 那明日我就在宫外青石巷 等这位姑姑了 宝宁 拜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新来的 朕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回禀陛下 微臣李先 是丙州锦西总管李长青之子 前些日子 被太后封为禁卫军三品带刀侍卫 宝宁 你认识他 区区一个侍卫 我怎么会认识呢 就是看着面生盘问了一番才知道 他竟然就是前几日救了太后那人 陛下 郡主 微臣妖继续巡逻 先行告退 宝宁 朕在御花园里面 准备了一些佳妖 特意邀请你一同享用 这赵印又来这一趟 陛下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 不如我陪你们一起用膳如何 郡主 不是说派姑姑来哪儿吗 怎么郡主亲自来了 明知道我会来 快点 好笑吗 明知道本郡主要来 连个蹲子都不准备一下 aktuell 眼睛 虽然也GHT 连个鼻子都不 наконец 他应该做 回去捗 nhà 交open 然后 不帮你 我们为什么打两句